简单的说快速的看一下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请你真的动手做了 我们会先稍微介绍一下什么是大数据分析 然后大数据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要取得资料了 取得资料可以取得来自于一个档案 例如说来自于ASIS的资料来自于ECL 来自网路上的一个网址都可以 最好是网路上的一个网址 为什么呢 因为当网路上的网址内容它改变的时候 我们这边视觉画图表 只要按一个按钮 只要重新整理 我就画完图了 这也是这个大数据分析很棒的地方 也就是说我不用每个月重新画一次图表了 每个月我都只需要按一个重新整理 我就画完图了 你在做的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更新你那个来源档案 就是把资料一直不断的放进去 所以档案合并是很重要的 好 那档案合并它这边也提供了一项功能 就是你干脆把那个新的档案 就放在一个指定的资料夹 我们到时候直接抓那个资料夹就好了 例如说你们是不是算完2015年的台北市的交通意外事故 那请问会不会有2016年的交通意外事故 2017年交通意外事故 2018年交通意外事故 只要把这几个档案从网路上下载下来 放到指定的资料夹 你那个图就整个都画完了 这样不是很好吗 好 这次绝对以色谣望尘莫及 你们是不是以色谣都在那边每个月重新画一次 而且有时候格式你还怕它跑掉什么之类 在大数据分析工具 不会再有这种问题了 再来那就是视觉化的分析 我在这个地方当然不是要教你直条图怎么画 折线图怎么画 你们都会用以色谣来画这些图 对不对 可是我要教你的是分析的概念 什么时候适合做什么分析 举例来说在这边你就开始要听到什么连续型分析 淡忘记分析 然后季节性分析 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有听过 就是我今年今年怎么样 然后去年是怎么样 还有更难能可贵的 我总共教这些分析 教很多种大概七八种分析 绝对跑不掉 只需要花三到四个步骤就做完了 有听懂吗 有听懂吗 好 这真的很重要 所以到时候就一堆的这个 一堆的那个像什么做地理分析 数状分析之类的 好 那接下来你要知道大数据分析里面我们还是透过一些数字的计算 然后去编排思维或者是叫做叫做枢纽 然后产生出来一些我们要的就是可能会产生的视觉化结果 例如说好了 出毛利率你的原始资料里面绝对不会有 对不对 那出毛利率是需要我们透过写函字来去产生出来的 请问你出毛利率知道分子是什么分母是什么吗 国小的时候你要是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的人生是黑白的可以吗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这个是国小几年级教厨法 那个时候就会教你这个什么出毛利率了 只是后来我们到了什么高中的时候 我们会讲这是属于什么商业会计类的数学 其实他在国小的时候我们就教过了 好 所以我们会教你一些简单的函数 简单的函数 不会教你太困难的函数 但是这个大数据分析的calculate叫做智慧函数 这是你一定要知道的 所以多多少时候你还是要学会函数 函数 这个函数它叫做dax d就是data d就是data 第二天我们就来教你这些 好 a就是分析 资料分析 那个x是expiration 它取第二个字母 extr ess 他取第二个英文字母 可以 所以它叫dax 你今天你回家的时候 千万不要只搜寻dax 你会找到它叫做什么德国什么工业指数 绝对不是powerbi相关的函数 所以你必须要多打powerbi dax 然后再打你要查询的函数 例如说sum 类似这样子 你就会找到相关的内容了 好 所以还是要教你一点函数 然后至少让你会结合两张资料表 不用给你们参考一下 所以最后的时候 我相信你应该有很多的分析的技术 好